北韓繼續實施封城的措施 指途控制當局三個星期前 聲稱的這個貧窮國家首次經歷的新冠疫情 官方的潮中社星期四報告 新增了9萬6610人出現了發燒的症狀 但已經多日沒有報告新的死亡數據 外界普遍質疑北韓官方的有關數據 並且試圖了解平壤當局次據的動機 一日之前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名高級官員說 該組織推斷 北韓新冠病毒突發正在變壞沒有變好 雖然北韓聲稱新冠疫情正在減緩 社衛組織緊急事務負責人羅恩 在星期三的記者會當中 呼籲北韓當局提供當地疫情突發的更多信息 羅恩說社衛組織多次向北韓官員 建議向北韓提供技術援助和物資 包括至少在三個不同的場合 建議提供新冠疫苗 北韓國家媒體報導說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其他高級官員 上星期討論修改嚴格的抗疫限制 他們同時繼續聲稱北韓首個新冠疫情突發正在減緩 引發廣泛爭議